在缅甸矿军 挂了八十万 削了块黑石头 能不能摇身一遍 来 石头到了 研究一下 我已经就说 能不挽黑石头就别挽 结果朋友们见到它 这么大黑石头吗是不是 黑的嘛 就是黑石头啊 当朋友们一一研究完以后 还是发出了灵魂体温 平时不买黑石头 这个黑石头肯定是不一般嘛 可见黑石头在翡翠人心里 造成了多大的阴影 有一些得适当于怪 不知名的黑石头 放在一众老豹面前 便未出现这种局面 看多少 看多少 这个 七十八得 这台面 对 这多手镯得干了 这多不是这多 50最多了 而我更喜欢大家 琢磨不透的样子 先看吧 先好好研究研究 满翡翠和中医一样 也讲究万文问切 黑石头算是翡翠里的疑难杂症 皮革厚的 难看的无诚 小的可怜的表现 不知道从何分析 当自己能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东西时 就能很有成就感地说出 你们都顾低了 低了 先别着急 这个价格先不能给你们透露 我现在说 八十万收的 你们实信了 等我把它打理好 再来给你们看一眼 老话都说 欲不着不成绩 这话不仅是说 成品欲气 原始也是一样 当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再加上恐怖的动手能力时 这箭就该拟证 我们拿着这三样工具 给这块翡翠呢 换一个新的面貌 来 大椎八十小椎试试 这种特殊的小椎制 是为了敲掉 过后的黑皮 把雾层的表现露出来 让我感觉光说 你们可能不太懂 看看这特写镜头 你就明白了 我敲了 注意观察 敲击的点 看它里边的光出来了 你动 看 像眼睛一样 亮了吗 没和大家开玩笑 你以为简单的瞧瞧瞧 我绝止都轮忙愿了 都只是开始 专幕交出来 估计要小十天 标题说 优先一边成百万 但成百万的过程 可不容易 解决交往了 还得上铁专 焦到半夜两点 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八十万的黑石头 大家都觉得老张疯了 但一把小锤子叫阿翘 不知道大家现在能看懂吗 这还只是它第一次的蜕变 接下来 还有该 切 公 才能迎来真正的重生 关注老张 期待下期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